女孩年幼被迈进了妓院 17岁成年接待的第一个客人 竟然就是自己的父亲 他一眼就认出了父亲 却还是把他带进了房间 一夜风零后 男人才得知真想羞愧自尽 而女孩苦倒在床边 她从此堕落 成了旧金山最当红的妓女 身体就是她活下去的工具 女孩叫安琪尔 这里是天堂镇 最近掀起了陶金巢 陶金者们狂热地寻找黄金 却不是为了发家赤妇 而是去皇宫春风云渡 那就是安琪尔所在的妓院 必须付出足够客树的金沙 才能领到一张抽奖券 中奖者方有机会进入她的房间 安琪尔也放纵自己的堕落 直到这一天 她的房间来了一个脏兮兮的农夫 农夫不涂她的身体 竟然要和她谈心 第一次见面就向她求婚 可是安琪尔早就听惯了男人的甜言蜜语 时间刚倒 她就毫不留情地赶走了她 男人叫麦克赫西亚 是一个外乡人 在来到小镇前 她刚去教堂做了祷告 希望上帝赐她一个完美的妻子 来到天堂镇的第一天 她就对安琪尔一见钟情了 哪怕知道她是个妓女 依然想要娶她为妻 于是她努力工作 甚至用双倍价格 得到进入她房间的机会 安琪尔却把她推给另一个妓女 因为她无法相信世界上任何一个男人 她何尝不想逃离这个地狱 命运却将她一次又一次地退入深渊 她的悲惨命运从降生的那一天就注定了 母亲是有钱人的情妇 母女俩一直生活在一个大庄园里 父亲很久才来探望一次 那一天 母亲特意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 换上一身蓝裙子 让她美丽的蓝眼睛 显得更加纯真长彻 依次唤醒情人对女儿的亲情 父亲见到这一切 却怒不可遏地离开了 第二天甚至把母女俩赶出庄园 在这里服侍的黑人女仆 十分联系这对母女 母亲原本也是某个家族的小姐 为了富豪远走她乡 还为她生下了一个女儿 富豪却有名媚正娶的妻子 只是把母亲当成情妇 她只想要一个懂事的情人 而不需要一个私生女 所以她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母女俩 母亲却不后悔生下安切儿 被赶出庄园以后 母亲只能卖掉富豪送到珠宝为之生计 珠宝和情人的爱都是假的 根本卖不了几个钱 一个单身女人带着年幼的小孩 很快被镇上的男人盯上了 为了让自己和女儿活下去 母亲只能卖身 直到母亲过劳病死 孤身一人的安切儿绝望地 将母亲留下的十字架扔进了湖里 她不再信仰上帝 年仅八岁的她就被人卖进了妓院 有好心的妓女不愿意让小孩落入梦窟 想跟他们走却没成功 妓院的老板表面上是绅士 私底下却是个凉屁 竟让自己的打手 把卖掉安切儿的男人活生生勒死 她第一次见到安切儿 就知道美丽的她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财富 自此安切儿彻底堕入地狱 妓女姐姐虽然会教她读书写字 但安切儿还是一天天长大 等她17岁时 已经成了这里的顶级头牌 也是伯爵她好其他贵族的工具 安切儿第一眼就认出了她是抛弃自己的父亲 她决定复仇 也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等安切儿复仇后 妓女姐姐决定帮她逃走 等她顺利搭上了离开这里的船时 妓女姐姐却被伯爵抛射街头 这艘船通往天堂镇 安切儿的美貌也引起了船上其他人的注意 即使只是坐在这里 也可能遭受陌生男人的骚扰强暴 船上的两个女人就极力说服她卖身 为自己存点钱 而安切儿别无选择 等下船那天 这两个女人竟然打劫了安切儿 把她的卖身前一枪而空 晕倒的安切儿就被现在的鸡月老板救了回来 她又成了妓女 19世纪中 美国掀起了淘金热狂潮 一个叫天堂镇的地方 随处可见淘金者们狂热的身影 可是他们挖住的金沙 却全献给了这个镇上最美丽的女人 安切儿 她是小镇皇宫的当红妓女 淘金者们千金一至 只为喝她风流半小时 一把金沙就能得到一张抽奖券 只有中奖才能进入她的房间 一个农夫对她一见钟情 几乎用光了所有积蓄来见她 竟想劝寄你丛粮 安切儿不相信任何一个男人的嘴 但她的心理也确实动摇了 想离开这个地方去其他地方散散心 她和老宝有一个协议 老宝给她提供住处 她愿意把赚来的钱都交给老宝 等她想走的时候 也必须放她离开 老宝却根本没想过放她走 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谈判失败后 老宝和安切儿撕破脸了 让打手去惩罚她 安切儿被打个半死 几乎毁容 这副样子根本不可能再结克了 等农夫再来到皇宫时 她看见了安切儿鼻青脸肿的样子 却第四次向她求婚了 而这一次安切儿答应了 不是因为爱上了她 而是想离开这个地方 老宝拿到了足够多的薯金 也就爽快地放走了她 安切儿跟着迈克 一起回到了20英里以外的农场 他在床上休养了很多天 迈克竟然对她别无所求 但安切儿还是没有爱上她 他不相信男人的真心 在伤口几乎痊愈后 安切儿找机会逃走了 可是回天堂镇的路很远很远 迈克追上了她 却不强迫安切儿 而是让她自己做出了选择 天黑后 迈克终于等到了他回家 他已经为安切儿准备了晚餐 以及热水帮的洗脚 这一次出走 终于让安切儿心甘情愿地留了下来 他开始学习帮忙干农活 喂鸡除草 还要去钓鱼 安切儿逐渐习惯了这样平凡宁静的日子 深夜孤男寡女共处于世时 安切儿还会故意诱惑她 迈克却不为所动 宁愿半夜去冰冷的湖水里下火 因为他觉得两个人要真心相爱 才能水到渠成去做爱做的事 这天晚上安切儿做了个噩梦 迈克就干脆喊醒她 要带她去一个地方 迈克送了她人生中最珍贵的一份礼物 他们一起迎接了出生的太阳 安切儿已经在深渊中放逐了自己好久 迈克却愿意和她一起迎接新生 在那一瞬间 他们终于心意想通 安切儿爱上了迈克 也愿意真正成为她的妻子 可是好日子没过几天 农场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她是迈克的朋友 也是她死去妹妹的丈夫保罗 保罗无法接受妻子的离去 流浪了很久才终于回家 可是她就认出了安切儿的身份 认为她配不上迈克 安切儿不在意任何人的目光 可是恰逢此时 迈克提出了想和她生一个孩子的愿望 可是安切儿堕胎过 可能这辈子都无法再怀孕 她一整晚都没睡着 觉得自己无法让迈克拥有真正的幸福 这也造成了她的第二次离开 她把戒指还给迈克 搭乘保罗的马车一起回到镇上 保罗却一直看不起她 言语间羞辱她 安切儿不想欠她任何东西 主动脱衣服 当成自己去镇上的路费 原本对这些事情麻木不已的她 这一次却吐了 她感到一切都很恶心 等他们快到镇上时 保罗甚至直接赶她下车 让她自己走回镇上 因为她不想让别人看到 她和一个妓女在一起 安切儿早已看见了男人的虚伪 她原本想回到妓院 却得知妓院已经被一场大火烧毁 她的两个好友也死在了这场火灾中 她再次无处可去 而镇上的男人又顶上了她 农夫娶了一个妓女当老婆 一个月后 女人竟然回到妓院重操就业 农夫当场抓奸 却丝毫不怪罪自己的妻子 她把怒火都发泄在嫖客身上 然后带着妻子如往常一样回家 一路上两人沉默无言 农夫并没有绿毛屁 妓女也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去爱人 她觉得堕落的自己配不上丈夫 所以才会离家出走 麦克却一次又一次的向她表达爱意 深夜看到男人流泪的眼睛 安切尔才越发羞愧 甚至为此心痛 她在湖水中拼命擦拭身体 觉得自己脏透了 赶来的麦克却阻止了她自残的小鸡了 在麦克的安慰下 安切尔才第一次向她说出了自己的心事 她的内心恍无一片 根本不知道怎么去爱人 麦克就告诉她自己的经历和生活 她是一个农场主的儿子 父亲手下有一群黑人奴隶 可是等父亲死后 她却放走了所有黑奴 因为她爱着农场的动物 也爱着人类 不愿意去奴役和自己一样的人 在麦克的温柔续语中 安切尔的内心终于安定了下来 她爱麦克 愿意去学习怎么爱人 就在她彻底习惯农场生活的时候 有一天 他们遇上了流浪的吉普赛人一家 女人快要临产了 在安切尔和麦克的帮助下 他们暂时住进了农场 并且顺利生下一个孩子 在高火辉影下 大家聚在一起庆祝 场面异常人心 吉普赛人还向大家宣布了一个消息 为了新生儿 他们在附近买了一块农地 决定安定下来 安切尔却感觉自己和这一切都格格不入 她看着麦克抱着孩子 和旁边的吉普赛人家的大女儿交流 男具女美 看起来非常般配 而她知道 麦克一直想拥有自己的孩子 而她无法让麦克拥有一个幸福的家 麦克的爱越无私 就越让他感到羞愧和难过 他把家里布置得漂漂亮亮 还给麦克做了好吃的饭菜 吃完饭后 他主动邀请麦克一起去山顶看日落 他以前的生活很灰暗 是麦克带他看到了这一切美好 等麦克醒来时 安切尔再次消失了 他知道安切尔去了哪里 却决定不再追他 因为他明白 只有等安切尔自己想通了 才会永远留在他身边 而安切尔回到镇上后 没有再造他自己的身体 他主动去咖啡店求职 这里刚好却一位厨娘 老板还好心地为他提供助职 安切尔的新生活开始了 可是天已弄人 年少时的噩梦回来了 伯爵发现了他 然后纵火烧掉了咖啡店 还用店里老板的性命 威胁他回到妓院 他被抓到了伯爵房里 才看到床上竟然有一个 年幼的小女孩 伯爵是个恋童癖 这么多年来 依然不改这个变态嗜好 安切尔就是曾经的受害者 听到隔壁房间传来的惨叫 他无法再容忍这一切 他从未相信过上帝 此刻就向上帝祈祷 让他救出这些女孩 母亲迈克和曾经帮助过他的人 这些人温柔而坚定的爱 终于让他重拾勇气 在所有人面前 公布了伯爵的罪行 他冒着生命危险说出了一切 伯爵本想杀了他 关键时刻 一个黑人救下了安切尔 安切尔也趁机放走了女孩们 直到看到这些女孩 麻木的人们才相信了 安切尔所说的一切 愤怒的民众一哄而上 抓住了伯爵把他吊死在寄院门口 三年后 一个男人在一间学校找到了安切尔 这是一家女性避难所 专门收留向安切尔这种无处可去的人 他在这里做淑娘 给女学生们做饭 安切尔本以为迈克会忘了他 重新开启幸福的新生活 却从男人口中得知 迈克依然在等他回家 故事的最后 拧巴的安切尔终于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 重拾被夺走的自信和自尊 也有了真正爱人的权力与勇气 也许是奇迹 安切尔怀孕了 和迈克一起迎来了美好的新生活 或许这个世界上 并没有那么完美无缺的男人和结局 那么不妨就在电影里 做梦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